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日前结束 共有十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 包括港澳地区载荷专家各一名 十名预备航天员中包括八名航天驾驶员和两名载荷专家 当中有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各一名载荷专家 后续他们将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接受全面系统的训练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 自2022年下半年全面启动 经过了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 期间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得到了港澳各界和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 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介绍指 来自港澳的载荷专家除初选的基本条件外 更经过了包括生理功能检查 航天环境适应性耐力选拔 心理测试、职业基本素质等复选阶段的层层选拔 满足选拔条件 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 目前航天员队伍无论是从载拔到训练 都统筹考虑了空间站和载人登月这两大任务 后续随着载人登月任务训练模拟器研制的完成 就可以实质性地开展相关训练任务 目前包括第四批航天员在内 航天员都需要深入参加工程研制工作 为后续做技术储备 另外在航天员选拔方面 从首批到第四批都有所不同 黄伟芬介绍首批完成的 是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出的航天驾驶员 且14名全部是男性 第二批则选择了两名女航天员 第三批选拔还从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中 选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 到第四批选拔则是首次面向三军进行选拔 还首次从港澳选拔载荷专家 与此同时 选拔方法也在不断优化改进 包括研究制定了血液重新分布适应性的选拔 身体基本素质的选拔 造生敏感性的选拔 且到第四批选拔还增加了虚拟现实训练器 对出舱活动的体验 以及手控交互对接的操作体验 以进一步考察与职业相关的能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